馬俊 提卡村 9300多戶 一代70元曾經帶走的 現在要靠雙手來重建 此季首場建材農作包發放 就在提卡村 他們如何使用 我們展開一趟普查 阿貝多 23歲 照顧奶奶生活 平常靠幫人蓋房子或下田整地 賺取微薄薪資 以茅草 木頭 甘蔗 以及泥土大概成的房子 根據阿貝多的形容 他如果幫別人蓋房子 這樣一個房子要約 大約是兩個星期的工程時間 他可以賺得大約是1500元木幣 折合台幣750元 換句話說 他一天工資約莫50元台幣 學換後 他僅有能力 重蓋自己的屋子 還牽掛著奶奶 我會幫別人家 我會幫我補充製 我會幫你補充製 也會幫我補充製 我會幫我補充製 我會補充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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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貝多示範它是如何不種 撒下的是玉米種子 而一個簡易木棚 也因為有了新工具 加上本土志工協力 十多分鐘就完工 慈禧送的鍋子及玉米粉 吹煙升起木棒為產 當成粘稠狀再加糖調味 這一餐是幸福 而阿貝多想到的是鄰居的小娃 互相幫助與分享 是村子家戶寫照 82歲的庫莉娃 臨時搭的新片屋 就是村民合力幫他蓋的 每個月靠政府給的老人年金過活 510墨幣約255台幣 一天只能花8塊半台幣 此際建材農作包 他怎麼都買不起 除頭再種年紀再大 這田裡活 庫莉娃自己來 這一刻種下的是老人家的尊嚴 我感受到很高 因為我非常感謝 社會的社會 因為我們沒有期待 我們沒有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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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風災後一個半月 提卡村還是有少部分地區 泡在水裡 上天掉下的眼淚總是要擦乾 村民的明天一定有藍天 大愛新聞 張若萍 任家蓁 梁家明 莫三比克報導